本来人3月4月,印度媒体报道,印把紧张局势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,网络战也爆发了,印度多个网站受到攻击。 印度巴基斯坦紧张局势,在网络空间中爆发,网站受到冲击来源。 印度媒体援引印度安全机构的高级官员称,2月14日,宁控克什米尔发生自杀之袭击,导致至少40名印度中央后被警察部队士兵死亡的几个小时后,又来自巴基斯坦的黑客,攻击了90多个印度政府网站和关键系统。 印度官员称,黑客瞄准了印度的金融系统和电网管理系统,但是黑客无法突破防火墙。 其中一名官员补充道,黑客活动一场激增,有人试图破坏系统,黑客攻击如此凶猛,以至于印度不得不在网络领域,采取攻击性措施来对抗力。 印度的反击,目前已经挫败了黑客好几波的攻击,印度政府部门建议所有部门保持警惕。 当然,黑客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屈服的。 黑客们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网络攻击,散发谣言。 印度官员表示,黑客们试图控制信息流,制造混乱,采取三不谣言和虚假消息的形式。 比如说,在印八空战的第二天,网络上就有消息传出印度空军辞令被解雇。 根据印度军方发表的一封声明显示,空军中将库马尔,印度空军西部空军辞令部辞令,于2019年2月28日退役,此前他为印度空军的辅役,超过39年。 根据报道显示,在27日的印八重突中,印度派出的第51种对米格21战斗机,就隶属于印度西部空军辞令部。 库马尔于2017年1月,被任命为印度西部空军主管,他于1979年12月14日成为战斗机飞行员,据称他的飞行时间超过3300个小时,曾加使米格21参加过多次行动。 这个消息出来时,网友们负面阴谋了一下,这位赫令,是不是因为打了败仗被借雇呢? 也有可能只是正常退休,只不过这个时间点退休真是太巧了,有点尴尬。 新印度跨报也发文称,有人利用社交媒体,转移了印度吃瓜群众们的注意力。 大众媒体如何转移吃瓜群众们的注意力? 来源, NW-I-N-D-I-A-N-E-X-P-R-E-S-S 有背后势力在搞网络站,控制信息,然后又有吃瓜被印度网民们的神助攻,在网络媒体上散布了无数架消息,成功地把印度打击恐怖分子的行动,转移到了被俘的印度空军飞行员被放回国的事情上。 印度网络专家杜加尔佩文达格,认为,这表明印度网民成为了在外国势力控制下,进行行礼战的受害者。 事实上,自印度网冲突以来,各种新闻、视频都冒了出来,信息大爆炸,有真的也有假的,看得人老人疼。 当然,这些信息中有很大部分是在打脸印度,有许多网友或者媒体,针对印度官方发的视频、图片等进行异议的。 反驳,看来,印度对此事也是深有感触,这是在吉利晚尊呢。 但是,有一个音吹思听的事情是,印度媒体称,印度发现对印度网络的攻击,来自孟加拉国一个对印度友好的国家。 这,什么操作? 巴基斯坦的黑客跑去了孟加拉国,然后用孟加拉国的电脑。 孟加拉国看印度不顺眼,用网络站攻击印度。 这个黑客到底是巴基斯坦还是孟加拉国的? 看完这条新闻,小编只想说,印度媒体能不能靠谱点。 这是不是又是你传播的假消息? 是你传播的吗? 是的,是不是又是 ai连着? 这到底是谁? 我们就在这里,印度不着呢,然后和親分上的回程中心。 must的席不着,但问你们你们是否有观察? 但那是因为你传播的吗? 怎么能否介绍得?